这起重大事故造成了数十个家庭生离死别 而其中家住桃园 当天坐在第八节车厢 要回台东扫墓的林先生一家四口 则是幸运的生还 而林先生回顾事发当下 雨季游存 除了感谢救护以及医护人员 也表示从此再也不敢搭火车 听到急促的三声鸣笛 内心才闪过不妙念头 火车便撞上了 住在桃园的林先生一家四口 事发当天就坐在408车次的 第八节车厢中后段位置 林先生表示 事故当下来不及反应 站票乘客都倒在地上 车厢一片漆黑 当下也受了伤 在缺了母子平安后 也靠着仅有的力气 与大儿子尽力拉出受困的乘客 等待救援 上完厕所 回来坐到座位之后 就听到那个一声很大声的 那个鸣笛声 很大声 之后再连续很急的三声 因为当时我们都已经清醒了 就跟老婆大概说 应该会撞车 对应该可能应该会撞车 所以当时我们大概就有预备一个姿势 是就是头往下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你是在以你的座位上 以头往下抱头 就是还来不及抱头 就头先往下 光头先往下就撞了 撞上去了 对对对这座位上 林先生表示 回想着当下感叹生命的脆弱 但也感恩上天留给他们能够帮助其他人的机会 因为我们有灯光之后有往后面看 第七节车厢是扭曲的 门是扭曲的 所以是后面第八节车厢往第七节车厢是没办法出去的 那当时可能只是那个方向 所以就有跟他先生想要请他去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那个地方可以出去这样子 我小孩在哭说 他在哭倒不是因为害怕 他说爸爸我的腿断掉了 我不能参加田径队怎么办 我就说 是这个吗 对是这个 我就说 你可以先不要管田径队一次 你现在已经有呼吸已经很好了 对对对对 对那大儿子我是跟他说 大儿子比较没有哭 那大儿子我就跟大儿子说 你看那旁边有妹妹 他被困住了我们一起把他拉出来 虽然一家人都幸运存活 但想起同车这么多人因此丧命 心情仍相当沉重 我觉得打死我都不要打火车 是哦 真的哦 你有恐惧哦 可是从桃园开回台东很远 爸爸也说不会再打火车 你们不打火车了 那有没有觉得自己算很幸运 有哦 有活着出来 我们走出去 我们那个出去的时候 有旁边有什么不思计 即将转回桃园治疗的林先生一家四口 感谢华联门诺医护团队这几天的用心照顾 他们会努力坚强的生活 把这份力量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接着讲方夜华联师报导 感谢华联师报导